在新闻联播中,中国经济被报道为蓬勃发展的情况下,备受家长热衷追逐的学区房房价却在狂跌。 上海浦东新区两所备受推崇的名校,晋采中学与明珠小学,曾经是众多上海家长的梦想之选。 然而,在如今的市场中,这些学区房的价格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。 两年前,周边社区的房价一度涨至惊人的15万元每平方米,仿佛一颗璀璨的明珠,吸引着无数买家的目光。 然而,如今,这些房价已经跌落到了破碎的谷底,下跌了整整30%。 这仿佛是一场市场的大灾难,让人们不禁感到心痛和悲伤。 这一连串的房价下跌,不仅仅是数字的变化,它还牵动着每一个家长的内心。 曾经,他们为了孩子的未来,不惜一切代价奋斗,拼命攒钱,买下一块心意已久的学区房。 然而,如今,他们的辛苦和付出,似乎变成了一场无法挽回的梦魇。 社区中弥漫着一种悲凉的氛围,家长们的脸上洋溢着无尽的忧愁。 他们原本期待的学区房投资回报,却变成了一纸空闻。 许多人不禁感叹,这仿佛是一出上演的悲喜剧,让人啼笑皆非。 大家好,欢迎来到在野说,在这里您可以了解到真实的中国。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,请帮忙点赞订阅,开启小铃铛。 方便的话,请订阅我们的会员频道,您的支持是我继续前进的动力。 感谢您。 在人们公认的观点中,生育率下滑带来的房价下跌只发生在二三四线城市。 但事实非此简单。 一线城市面临的不仅是人口需求下降,经济环境更是不景气。 收入预期下降,这让曾经买的订房产也变得不抵赌注。 更严重的是,年轻人不生育因为这房子最终将无人避印。 上海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方,原本学区房有天价,如今却一落千丈。 这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和恐慌。 因为这宣告着,一个简单而残酷的事实,任何城市的房价已无法独善其身。 甚至可以说,一线房价崩盘的最厉害,尤其是学区房。 因为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已成不可挽回的大事,早晚会把这些所谓的学区优势撕毁的残酷。 所以,曾盘根锁盘的生意,现在已无法苟延残喘。 所有人都要面对相同的命运,眼睁睁看着资产价值一去不返。 这才是个开始,因为在中国真正牢不可破的,其实什么也没有。 任何泡沫都会有破灭的一天。 而在那个时刻,历史才会毫不留情地揭开面纱。 上海猪家滩小区学区房价从15万元的高峰回落至十多万,房东损失200多万。 价格下跌加速,昔日证明财富的信物如今已成笑柄。 业主只能苦笑连连,眼睁睁看着巨大的资产损失,却无力回天。 可悲的是,这只是个开始。 全东小区和其他周边学区房的下行速度同样惊人。 有的已降至9万元以下。 这让业主们措手不及,只能苦苦支撑价格,只求尽快脱手。 几百万的损失已经不足为息。 只求立刻从这场噩梦中醒来。 更可悲的是,曾经高涨的学区房梦想已经成了笑柄。 所有变卖的隐忧与压力已经将这场交易变成顿时扭曲的闹剧。 买家乐意降价50万求成交。 卖家只能急忙降价50万求卖出。 这就是今日的上海楼市。 所有的高涨与繁荣已经成了鬼话连篇。 而最后面对资产流失的仍然是一大批无辜的业主。 他们让炙手可热的假想变成现实的噩梦。 所以,这才是悲惨的开始。 更悲惨的故事仍在继续酝酿。 上海学区房,情形堪忧。 不仅最强浦东两所学区房价大跌,浦东其他名校附近社区房价亦下滑严重。 美元曾以福外加渐息双学区著称。 业主们在炙手可热中分文不讲。 如今房价已大幅下滑。 高峰时20万元的单价,线下仅卖出13万元左右。 代表着业主蒸发掉数十万元资产价值。 上海黄浦区近况更糟。 中介甚至表示,2021年入场的投资客,如今也难有好果子吃。 房价下滑,买家抑郁减弱。 这正反映着一个严峻的市场状况。 上海学区房已经不想泡沫破灭之路。 而成为受害最多的,自然还是那些入局最早的业主。 他们眼睁睁看着作为骄傲的资产,已经如此之快地贬值。 这已非单纯的数字故事,而是成千上万上海家庭的凄凉叙事。 当泡沫破灭之时,未免才会有人惊醒。 但这已迟了少界。 因为房市从未离开动荡,唯一不变的只有残酷罢了。 而那些最终遭殃的,注定是最多的业主。 上海学区房大跌并非个别案例,而是整个中国楼市衰退的缩影。 政府虽次次降息,但民间信心仍日趋疲弱。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公布的数据,昭示着一个严峻的事实,民众置业热情已经减退。 未来三个月想购房的比例,比上季节降了整整百分之一。 更惨淡的是,认为房价上涨的民众比例大幅下滑。 相信房价下跌的民众反而大幅上升。 这说明民众已经开始失去对房市的信心,且有明显的悲观倾向。 背后代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趋势,整个房地产行业已走向衰退。 经营大厂面临巨大风险,房主们面临资产价值流失的威胁。 而结果就是,一个接一个的学区房套模破灭。 这不仅将影响上海,而是整个中国。 所以,最终悲剧的将是无数曾盲目狂热的家庭。 他们将成为最多的受害者。 而那些置身事外的人,却仍然能悠然自得。 这大抵就是中国楼市亘古不变的局面。 所以,上海学区房价大跌只是一个开始。 更多的破灭故事才刚刚酝酿。 学区房将走向降价抛售潮,已经是大势所趋。 随着中小学教育资源已经不再紧缺, 甚至增加学区房的生存空间将进一步缩小。 依照学区房能带来的溢价回报正在逐渐消失。 原本支撑学区房的制度红利已经不复存在。 从上海开始, 所有半小时交通圈的中小城市的房价均在跌。 许多炒房者已经买高卖不掉,也只能选择降价。 南京的张先生的次学区房,仅半年时间下跌三成。 这正印证着马云当年的预测房价会如葱般下滑。 马云曾于房价创高峰时表示, 年轻人不要买房,未来八年房价如葱。 牺牲储蓄买房是愚蠢之举。 而他的牺牲儿预测更加准确, 预计2020年代牺牲儿数量会大幅下降。 这正加速推动全国学区房走向降价抛售。 尤其是年轻人已经失去置业热情。 这显示,整个房地产泡沫已经破灭之势,已然明显。 马云之所以2008年能预料到今日局面, 只因他凝望的不仅是一个数字,更是一个大趋势。 而这个大趋势就是中国楼市走向衰退。 所以,今日满地的降价抛售仅仅是一个开始。 更多的房价以无法支撑的房产将纷纷抛售。 更多的曾经炒作的泡沫将化为乌有。 而那些盲目相信高涨的人注定会成为最大的受害者。